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格林德沃这个角色目前是空缺状态 很多肉块网友推荐的曾经很火 但是已经过气了的尼古拉斯凯奇来实验本角色 可以想象非常合适 当然很多自认为合适的人也纷纷毛遂自荐 希望能够出演这个热门的角色 我们马上来看看现场的世袭片段 三十分之后 还得等多久啊 看了他 我多希望你没走上今天的道路 啼啼啼啼 啥意思 不讲武的 看了他 我多希望你没走上今天的道路 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你 银魂新作动物画特别片将于2021年1月15号播出 内容将与最终剧场版相关 该片已经确认 童年将影迹内地具体档期待定 经济的巨人建山创前不久出席 故乡大分线日田式建造的艾伦三人同像揭秘仪式 建山创在活动中透露 巨人距离完结还剩1%到2% 我们来看看艾伦三人的同像 还原度还是很高的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情唯妙唯笑 重现了经典桥段 玛丽亚之墙被破坏的那一天的场景 他们的对面甚至刚好是一堵高墙 只是这堵墙是一个水坝 总觉得有点不吉利啊 四个信条英灵店于11月10号发售 现已登陆PC PS4 XBOX ONE XBOX SERIES PS5 之前官方公开了中文配音版预告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粤语版本 哇哦 粤语版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感觉像是广东来的刺客 话说回来既然有粤语版 我觉得其他地方的方言版本也应该有啊 如何政府英格兰在某人帮忙的情况下 很简单 全靠名声 名声可以让他 让他 甚至让他成为老神 重要的是 绝窍你得抓住 首先看起来要够狠 接着 龙总登场 我们是野蛮人他们以为 那就 扬他们 失望 接下来呢 大肆搜刮 不能暖枪的东西 枪他们最爱就行了 当然 他们以为他们全部死定了 但一定有一个祸口 就依他为力 去说吧 去捣捣吧 说罗魔胡子把自己当自己嫁了 这就是 如何要命离万你应该 有资格 让你 引领店天网 好了 本期跨次元大事件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叫朱古盛 原本是菲莎的我 被恶魔赐予了帅气逼人的外貌 是你啊 狗狗叫什么呀 小雪 我的帅气已经跨越种族 这么厉害了吗 青鬼去玩吗 去做绝育 小雪走了 老天爷 你至于吗